恭喜周期 祝贺周期 浏览重大决定2024年总冠军来了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Vlog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 和大家说一下CBA的最新情况 目前CBA正在火热进行中 这个赛季的CBA非常激烈精彩 各种球队都希望能够在常规赛最后的几场比赛中 抢一个火的名次 毕竟在取消赛会制恢复着长之后 各种球队都是希望能够拥有主场优势吧 我们希望这个赛季各种球队都能够取得理想成绩 作为上个赛季的未免冠军 刘兰 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就冠军 虽然说遭遇很多困难 但是目前球队空前团结 随着莫兰德 韩文军回到球队之后 这个赛季国务队依然是夺冠大热门 在此前作为中国男人一哥周琪他的一些动向 让球迷各位关注 因为周琪在此前呢 虽然说无援CV联赛 但是能力毋庸置疑 他也是肩负着能够带领中国男人在随后的世界杯中 抢一张奥运会的门票 在上一次无援奥运会之后呢 球迷迈耿耿运回 我们希望随着中盛代球员周琪郭伟能够带领 中国男人再次的走进奥运会的舞台吧 因为目前来看周琪与新疆的矛盾呢 也是愈演愈烈 对于周琪下一步的动向 让球迷各位关注 通过目前来看周琪下个赛季回归CV 应该是一个儿童的事情吧 毕竟周琪呢 在此前代言了独华广告 所以说也是加速了他回归CV的时间 此前也是据多家媒体曝光 流来很有可能引进周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通过目前来看 不管是郭予伦还是赵纪伟 都是与周琪非常熟悉 双方呢 此前是多次有过一个默契的合作 获得过冠军 所以说周琪回归流来 其实对于整个球队来说 是一个非常多的选择 随着大汗逐渐老去退役之后呢 周琪能够弥补球队内下的空缺 此前也是有媒体爆料 流行队呢 希望不惜一切内衷 能够引进周琪 这对于周琪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对于整个流行队来说 可以说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都是具备争夺动向队的实力 我们希望随着流行队中大决定 能够让周琪在下个赛季 重返CB加盟流行队 可以说也是提前恭喜周琪吧 如果周琪能够顺利的加盟流行队的话 可以说争夺冠军 也是非常有希望的 内线周琪 外线国有伦 这脱脱一个国家队的水平 我们希望呢 在下个赛季周琪能够 慎重的考虑一下 自己的职业生涯 毕竟自己的职业生涯 黄金期呢 就短暂的纪念 期待周琪下个赛季 能够带领流行队 争夺总管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